1月23日凌晨二十许,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称,自2020年1月23日时时起,全市城市公交、地铁、轮渡、长途客运暂停运营,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,机场、火车站、离汉通道暂时关闭,恢复时间另行通告。 当天中午12时,记者在武汉天河机场后机大厅入口处看到,网日熙熙攘攘的大厅此时显得异常空档,机场广播里各家航空公司取消航班的通知不间断播放,或是由于公司计划原因,或是因公共安全向乘客致歉。 来自苏州的赵忠舵守着行李,在后机大厅内小气,凌晨3点抵达武汉的他,原本是要在此转机返回家乡兰州,但是不知道原定于下午4点的航班是否能够起飞。 赵忠舵说,可以理解,只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回家。 记者随机采访了若干旅客,大部分旅客表示,会认真做好防护措施,不会觉得恐慌。 任何,包括那个小感冒都没有,没有出现任何人有那种情况。 就像当年我们那个非典的,非典的那个时候一样的,我们都不怕,或者是现在这个小小的病毒呢。 当天,武汉天河机场计划进出港航班共600架次,截至上午9时,已正常起降45架次,因故临时取消进出港航班199架次。 据悉,南航上午10时之后,所有航班已全部取消,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正在调整。 武汉天河机场将在切实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,组织协调大巴车、出租车、网约车等交通工具,满足旅客抵立机场需要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